是你拆你的仆人到纽约来 因为在这里你要来复兴纽约 主耶稣你要来复兴在纽约的华人 主要让纽约的华人能够来影响 不但是美国也影响中国 主啊你凡是带到这里的人 你都要让他们来完全的认识你 让他们完全的归回向你 主啊从唯独之地成为一个自由之身 主啊完全的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就来祝福这块地 主啊你来使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将讨告奉耶稣的名气球 阿们 好 我的师父 现在靠他 我看见了一个很大的矿区 你好像是在跟矿工一样 很辛苦的在那边推着矿车 也在好像在预备 但是呢我就问神说为什么是这个场景呢 因为神说呢你常常被他摆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 但是呢虽然你曾经以为苦 但是你后来不以为苦 甚至呢你会像那个我看到的图案 在那个整个矿区还没有人来的时候 你先去 你是第一个道理 你去那里做预备 你去那里预备好采矿的所有预备 就好像是在你的家里 在你的职场 甚至在教会 你一直做这样的忠心的事情 神要来使用你 你会像加勒一样 因为你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心智 单一专一的跟随主 因此神要使你的健康 使你的灵力 都比以前更加的兴盛 神要来祝福你 因为他还有许多的事 要交在你的手中 你不要看自己的年纪 也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 因为神今天要对你说 当走的路甚远 他要使用你像伊利亚一样 让你的生命能够 还有另外一波的 要带来复兴的工作 让神来复兴你 圣灵有许多的工作 会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不要害怕 因为他与你同在 这是他报答你 在明处报答你的机会 大大的零售 愿神来祝福你 请坐 这个姊妹 我看见神非常的喜悦 你在神的面前 好像是一个糖果一样 神说他非常的爱你 你自己认为 你好像很不配在神的家中 但是神说不是的 神亲自的解决你 神说到时候的时候 他会把你拉进到一个地步呢 你好像只有在他的宝座里面 神会继续的来带你 愿神来祝福你 谢谢 那边 对六位穿假课灰色的弟兄 神非常的喜悦你 特别是当你在敬拜的时候 你受 爱你受 你好像就是那种 好像觉得自己 什么都不会 你觉得 你好像如果在神的家中 就像一所学校一样 你好像觉得你可能 永远是考难最后失灵的人 但是神爱你 祂爱你 祂爱你 也许呢 从世界上 你拿不到任何一张假状 但是在天国的生命册里面 你的名字已经被写在上面 你要来继续的来赞美祂 继续来赞美祂 甚至呢 你会在教会里面 你就是 你不要管你是不是 加入了敬拜的团队 你就是只要有诗歌 你就竭力的来赞美跟跳舞 神要把那个大魏勇敢的心 而且单纯的心赐给你 你的家是神所建立的 神今天也要对你说 像对大魏说的一句话 我亲自为你建立家世 你的家世要存到永久 我祝福你的祝福 会在你的儿女的后代上 反映出来 你要来领受 因为你是祂的儿子 祂永远爱你 愿神祝福你 这位姊妹 就是你 我看见你呢 有一个非常刚毅的性格 你好像呢 跟你接触的人 或者是你的家人 都觉得 好像事实上 你非常的刚 但是呢 在你的心里面 是非常的柔软 神非常的认识 可能有一些 在小的时候 一些过程 让你对有一些事情 或人物的 非常的拒绝 但是神说 他会完全的改变 他要来使用 愿神祝福 过去呢 现在好像是一个分水里 神说现在在你的生命中 到进到一个分水里 约瑟呢 他在埃及地是先碰到七个公年 然后是七个荒年 但是呢 神带他进入音许 神呢 说你的分水里是 你过去的人生 充满了荒年 好像呢 连你自己的生命 你觉得我剩下一身排骨 都没有肉 我只剩一身的躯壳 甚至是 好像行尸走肉一样 但是神说 现在是一个分水里 今年的十月 进入五七七七的新年 是一个新的循环 新的季节的开始 接下来你的人生 要进入一个封年 进入一个封年 不只是你个人 而且呢 在你所在的环境 你的祷告 要释放出一个大能 不只是你的家庭 你儿子女儿的家庭 甚至是 你的所在的教会 你所有的服事的地方 甚至你会开始有许多宣教的机会 那你要带着这个丰盛的生命 跟丰盛的灵力 走出去 因为神已经要使你完全的脱胎万骨 愿神来祝福你 哈雷路亚 阿们 这位姊妹 我看见你好像一个幼儿园园长 在带着一群小孩子 然后周围呢 就是很多小孩子绕着你 我想呢 其实这不是先天的你 因为呢 你自己的童年呢 并不是过得很独立 你甚至呢 很怕 当你自己长大 你很怕带孩子 你很怕 面对孩子 成长过程中的这些状况 因为呢 你想到的都是你的童年 好像一不小心出什么意外 你就很难去掌握 但是呢神会赐给你许多属灵的儿女 赐给你许多的儿女 甚至是呢 我不知道你周围 包括你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的 这些亲戚的下一代 他们会开始呢 来找你 他们有很多的需要 会绕在你的身边 会黏在你的身边 你会来为他们哭泣 为他们流泪 但是神说呢 这是在医治你的过程 当你呢 接触这些孩子的时候 其实呢 神要来恢复你的童年 你在童年还有你少女时候 所失去的这一切 你会陪着这些孩子一起享受 神会把现在你所有的丰盛 当你给这些孩子的时候 他会更多的来加给你 你要来领受神的医治 因为他是爱你的父亲 你从今以后 你要过一个公主的生活 你不再是过一个 好像一个女佣的生活 愿神来大大祝福你 你的家庭跟婚姻的关系 也会完全的改变 来领受这个喜年的祝福 我们面前庆祝你 好 我们 再讲下去 我就不用讲了 我们就让这个 吧